小区里面这么多的公园 这个规划太棒了 今天咱们来到了洛杉矶的安大略地区 看一个最适合居住的大多栋别墅 大家好 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Chris Liu 一进门咱们右手边就看到这样一间一楼的卧室 整个楼盘一共是四个户型 从四房到五房的都有 距离九九大华超市 还有Costco 都是几分钟的车程 整个楼盘是从2200尺到2500尺不等 四房三位到五房4.5位 咱们现在看到的是宽大的客厅 还有配置完善的厨房 值得一提的是 每一栋房子都包含了几万的升级 当拿到房子的那一刻起 就享受到了跟样板间一样 高标准的装修风格 这样的大多栋别墅仅仅70多万 另外出行也非常的方便 60号 10号 15号高速 交通网络四通八达 另外在这周围 还有很多华人的餐馆 电影院 商场 而139每个月的HOA 就提供了泳池 会所 公园等各项设施 现在咱们去二楼看一下 刚才一楼有卧室 有客厅 有厨房 二楼上来之后 首先会看到有额外的一个 非常宽敞的客厅 当家里来了客人之后 可以坐到户部打扰 现在咱们去它的主卧看一下 这里就是大主卧 大层高 配备了一个大窗户 同时这个主卧也有一个不错的衣橱 是这种步入式的 另外这里有个宽大的卫生间 有浴缸 有占玉双水盆的一个设计 这样的设计是目前比较流行的 也是舒适度最高的一种设计 现在咱们出了这个主卧 穿过客厅 咱们去看其他的几间房 这个二楼的客厅做得真不错 在2000多尺的房子里面 很少有做这么大的 这边一个小屋 放健身的器材 这里就是它的一间次卧 主卧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 一楼的卧室有独立的卫生间 另外这两间次卧室 共用一个卫生间 也是双水盆的一个设计 就在这里 另外在旁边还有它的洗衣房 并且里面是有水盆和橱柜的 这里就是它的另外一间卧室 整个户型可圈可点 实用度很高 另外社区做了很好的规划 周围的商业配套齐全 最重要的是只有70多万 非常的适合资助 更多的问题 大家可以单独问我 或者看我的朋友圈 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